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我很想恥笑一下這個廣告 最近復仇者這麼Hit,就會出一些不知道什麼玩具 這個玩具很明顯是想銷售它的大炮 你看看,又武器升級,又射Wi-Fi 這裡最精彩了,隊長吵了火,打算射出去 立即配備能量裝甲 我根本沒動,吸引嗎? 這支大炮厲害嗎? 那個能量裝甲好像沒什麼能量 會令我想到,如果復仇者的武器沒有升級和射Wi-Fi 射出來是不是這樣? 這個廣告對於作為一個Marvel迷的我來說,真的不太吸引 我感覺到這個玩具的廠商,應該看到我這樣說會很生氣 我也歡迎他們挑戰一下我買這個廣告 嗨,歡迎收看Youtuber仔 這一條就是我第一次拍的淘寶開箱 所以後面盞燈,要做橙色 我已經知道你在想什麼了 你一定在想為什麼我的味道會這麼臭 因為大家經常恥笑我的味道 甚至有人會問我,可不可以開一條影片說我的味道 有什麼好說,就是畫得衰 畫得衰就當然會這樣 所以我就叫妹妹介紹,去了KRU BEAUTY 就飄了味 我一飄完之後就馬上回來拍片 正常來說是要等三天退色 才會自然的 到時候再在之後的影片,大家看看有沒有自然了 好啦,那這次就買了一些實用的東西 也買了一些擺設的東西 有一些買完之後也挺後悔的 買了回來之後,很久沒見過的開箱刀 很危險 先開第一個 你看看,這個是不用開箱刀的 第一樣 登登登登 對,這個是一個... 不要再看我的樣子 要躲在鎖上 對,這個是一個子紋的鎖頭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去健身 健身的時候 經常要戴一個鎖 鎖鎖鎖 但因為我經常弄不見,覺得很不方便 所以就買了一個用子紋啟動 不知道是不是要充電 如果要充電也挺理解的 噢,已經開了了 這個是認媽媽 第一個假音的指紋就會... 以後寄在這裡 讓我先看清楚說明書 首先就要長按9秒 快閃了三次藍燈之後 就拿走一隻手指 然後就同一隻手入六次 1,2,3,4,5,6 對,它就會斬三下藍燈 就告訴你 它寄了進去 頭兩個指紋去做這個操作 它就會寄下做這個admin 我現在打側手指按 它就感覺到錯 不是你,你不是主人 做得好 反應時間也是快的 OK啦,算是這樣的 它還防水 但我不會丟它進水廁 我做GEMAS就很方便 因為不需要帶鎖匙 售價是148元 即是156元 原來它還送充電線 但這些充電線很死 只是普通的Android充電線 不要這個盒 第二件 這件是比較令我扔掉 即是後悔 就是這個 它的名字叫做... 不知道什麼... 餵奶燈 到底人餵奶的時候 是不是要開這盒燈呢 它的圖片其實是蠻漂亮的 是吸引到我打算去買來做這個... 背景 即是後面有一些燈亮 但買回來就是這樣的樣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餵奶燈的關係 你看它的燈頭是這樣的 就好像一個拉長了的廚師帽 好 開燈 那就是這樣了 整件事有些細藝 如果我想把它放進來做背景 去 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看到不是拍得很清楚 還有第二個位置就是有些粉絲 整塊東西是黑色的底座 你幹嘛配白色的充電線給我呢 我就馬上去了IKEA那裡有一盒很便宜的燈 IKEA那裡有一盒$199 外形是蠻漂亮的 哇 小心 就是這盒 完全看得出它是進化版 漂亮很多 但是在IKEA的盒子都發現了一些秘密 原來中文在IKEA來說 Deford是簡體字 然後又有一個繩學 是不是這個世界都已經是這樣的呢 因為在我的角度來說 就是中文是凡體中文 然後如果簡體中文的話 就會刻意寫簡體中文 但是原來看來這個世界都不是這樣認為 那馬上把這盒燈放進去背景 噔噔 那現在就明顯了很多了 還可以有一點背光寫過來 一點點 好過沒有 第三件同樣都是擺設 是一個發光的箱 然後讓你放一些英文裡面會發光 好 又是Android的 不知道是充電還是供電 這個真的不清楚 送了一個錦囊袋給你 用來裝著英文字幕 因為這些英文字幕 好像組裝高達一樣 那你不可能一個英文只有一個 它每個英文都有五粒 可以用來組裝短句 反而數字只有很少選擇 數字和一個數字只有兩個 如果我想打999已經是做不到 這個就是一個本體 原來要有三粒電 它好像沒有送 過分 你可以選擇USB給電 或者用電芯給電 一插完電 就看到它後面已經著了 應該拍不到 試試拼拼拼拼 那我就說了一個謊話 EG is on go 但問題就是 它的發光程度好像有點廢 因為現在已經發光了 我可能關掉燈 看看會不會才能做到 然而你會關燈關掉這個地步 它才會看到光 而它又不能教光暗 所以理論上是買了一塊板 Shit 你很快 好 接著就是買一些實用的東西 計兩盞燈都中伏之後 接著就是一些實用的東西 這個在外面已經看到 它是一個洗眼鏡的機 小時候去眼鏡店 你都會覺得它有一部特殊的機器 去洗乾淨你的眼鏡 洗完之後真的清很多 然後最近去海底洞 它在廁所都會放一部洗眼鏡機 很過分 現在就把整部洗眼鏡機直接塗了 這個就是主體 容器 裡面還有兩塊膠 不知道是不是放進去 應該是放進去 看看說明書 它的說明書沒有說到這兩塊膠 是做什麼的 找它來試試洗眼鏡 插了電鍵 它說的是千萬不要乾開 因為會燒著 就是放些東西進去會燒著 注水 注到MAX 然後置入充滿手指沒有眼鏡的褲 它就說叫你不要伸手在水上 因為怕有機會觸電 開啟 你想怎樣 扔扔 鏡子 好 好 這塊人仔二百多三百元 好像二百七十九元 就是三百多元 最後洗完眼鏡呢 這個就使用來讓洗形眼鏡 大家知道洗形眼鏡是十分麻煩的事 首先要除 seriously 之後就要拚 我覺得這個動作實在太麻煩了 所以試一下有沒有機器可以幫忙 終於用得可以把eping 三顆東西 它這個已經在裡面開始吃燈了 不知道應不開始嗎? 剛剛就是充電線 這個就是檻盒 這裡有一個開門 好開門了 其實這個盒子是可以帶出街使用 然後拿回去一把插進去就要洗 我以為是全線拔出來的 怎知道原來不是 應該這樣慢慢轉 是不是很方便的 轉得有點棘手 那麼可怕 有兩個東西都可以 打開了裡面就是這樣 不是開玩笑,要扭起來也不是很順手 Shit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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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題外話,你們會不會用 因為我看到很多Coin盒都會送我泵 你們應該知道這個泵是用來做什麼的 它就是吸進去你的Coin 泵出來在你的眼球 我覺得太恐怖了,我連用手指也不會用泵 先黏著 你們有沒有人是用的? 你們有人用的就告訴我 到底有沒有爽快感? 嘩,厲害 首先,因為始終要帶入眼睛 我已經把這兩個盒子洗乾淨了 然後注入Coin水 我看不到,噢,混蛋,除了Coin盒也看不到 Shit 好,捉回淨一點 蓋蓋 不定,混蛋了 我還沒留這兩個蓋 玩行了,玩行了 裡面開始不停流水了,我已經感覺到 Oh f**k Holy shit,它這個蓋子這麼難開 蓋蓋是很重要的 蓋蓋是很難的 它這個樓的位置很不user friendly 搞得方便也變麻煩 好難留啊,哥 好,蓋蓋出去放 原來有磁石的 輕足 輕足 它說這個是開關來的 動啊 給我面子,老闆 它現在穿綠色燈就是滿電 即是老闆,我準備開工了 當你想洗眼鏡的時候就拔走它 然後輕觸一下這個開關 那你就看到它的白燈在斬下斬下 當它的白燈在斬下斬下的時候就告訴你 它現在正在洗 那洗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 是整路的 它說的 我覺得這個盒子也挺方便的 因為你可以這樣拿出街 拿完之後呢 放回Coin盒盒子 倒進去洗Coin水 然後放進去左邊 它就會自己洗 好,那這次就拍完這條淘寶開箱了 我已經有一些新的東西想買了 是更加令到我變懶的 好,到最後最喜歡的就是這個鎖 還有洗陰形眼鏡的盒子 因為洗眼鏡的盒子有點牙砸 但是... 也有用的 我應該會用來不斷洗的 畢竟是特地買我這個東西回來 那這條片就這麼多了 你們在淘寶又會買什麼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益給我買來懶一下 還有,我上次很失敗的忘記了這條淘寶 那這次我會把買了的淘寶寫在下面 逢星期三、四日出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 然後share我的影片出去 還有IG、Facebook 也請follow我 下條片再見 bye bye